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到讲座现场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阶段的短奖 我们首先要欢迎短奖主持人 台大生物继电系陈茜瑜教授 请掌声欢迎陈教授 好我们欢迎大家回到最后一个场次 那我们这个阶段一样有两位短奖 那第一位是杨立行老师 我阅读过他的经历 他待过中正大学成功大学 那现在在政治大学心理系 那他做的东西一样非常的特别 那针对这个人工智慧应用于心理的这个研究 我个人蛮期待的 所以让我们欢迎杨老师 谢谢陈老师 然后也谢谢所有语会的这个朋友们 那在讲这个题目的之前 我可能要稍微先 稍微简单的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在看这个人工智慧 心理学领域的应用的时候 当时我被告知说 请来讲一下这样的一个讲题 那对我个人来讲是既兴奋刺激 同时我也觉得有点胆忑不安 那主要的胆忑不安是在于说 人工智慧听起来 应该要跟心理学有很大的关系才对 因为都跟人好像有些关系 然而实际上在心理学的领域里面 这个部分尤其是人工智慧怎么接过来 这一块其实到目前为止 仍然非常少的主要的主流的讨论 那这个部分为什么非常少 其实也有一些可能的原因 待会我的介绍里面 也许您可以从我的介绍当中 慢慢地秀出一点味道 说它为什么会比较不容易做 可是不是不容易做的事情 我们就没有未来 相反的搞不好 它其实有很大的potential 那我们待会来要稍微介绍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形成 那为了要讲这个事情 讲说AI的部分 当然我自己本身 做一些数学模型的东西 在心理学的领域里面 用数理模型做电脑模拟 来模拟人类的行为 那这个对我而言 看到AI的时候 我是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我的同僚们可能会觉得 那是什么 所以这里面的 对话上面的差距跟落差 很有可能会造成 我们今天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先从心理学入手 会比较容易能够了解 慢慢地开展出来 说原来心理学是这样想 然后我们才可以看到说 怎么样子它跟AI可以发生关系 那心理学是一门 探讨人类的心智 跟行为的一门科学 那好比说我们现在知道说 人类有很多的智能的表现 基于这些的智能的表现 我们在整个地球上面 我们是发展最好的 然后演化也是最成功的一个物种 当然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 为什么那么好 那当然我们需要去看一下说 到底人的这个行为的背后 它是怎么造发的 所以我们相信说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 在你的心智里面 可以驱动它的这些认知功能 这些认知功能 其实你可以把它讲象成 好像是脑袋里面装了很多APP 也就是一些软体 一些应用程式一样 那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我们事实上是心理学家 很想要把它抽出来 可是你想想看这个东西 看不到 摸不着 但是我们又相信它绝对存在 否则的话 为什么你讲一串电话号码的这个数字之后 你就可以背了起来 那一定有什么理由在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心理学家非常想要去研究 我们首先要先界定的一些问题 找到很多很多的这种领域 例如说记忆 学习 知觉 人怎么去策划 怎么样去产生这个跟环境的互动 甚至说我怎么样 整个一整套东西是一个在大脑里面的 一个心智的认知系统 我们很想谈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你真的 基本上来讲抓不出来 你只能从外面的地方开始 慢慢慢慢的比紧 这个比紧的手法 首先我们先从一些行为的实验开始 可能是说做一个记忆 例如说我给你一长串的数字 然后叫你背起来 接下去我就说好 你背完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按照顺序 请你一路回忆起来 刚刚你讲看到哪些数字 那你这个测量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当然就是你回忆的正确率 那回忆的正确率可以告诉我说 你的记忆的广度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们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一口气的全部记下来 电脑就不是 电脑基本上你只要直接 Enter进去之后 它马上永远存在那里了 好像人跟电脑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除了这个行为的实验之外 其实我们也会开始想办法去找一些 其他的一些指标 例如像一些生理的指标 一个外显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有眼睛的这个轨迹 移动的轨迹 那你怎么知道说 我们人在做一些作业的时候 其实很需要注意力 如果你注意力放在这里 那你可能旁边的东西就不会注意到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有做这件事情 除了你自己口语报告出外 当然我们可能有些仪器测量 那如果说我今天给你看一个文字 一篇文章 可是旁边这边突然出现一个警告的标志 你很有可能眼球 眼睛就直接立刻飘过去 你就飘回来 这个不自觉的动作可以告诉我们 其实你的大脑某种程度 已经比你更快速的去注意了某些讯息 而且那对你的维生可能是有帮助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还会测量一些脑电波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知道你的大脑本身在脑壳上面 事实上是有一些微弱的这种 电位的这个变化 那随着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其实基本上你可以测量那个 电位的那个变化 你就可以猜想一下说 是不是它脑袋里面现在在想什么 或它是脑袋里面是在做什么 等等之类的 当然我们可以是这样做 是希望能够如此 当然还有更更运动的这个仪器 像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做这个 把人放进这个断层扫描的这个仪器里面 你可以做这个MRI 尤其是当它在进行某一个作业的时候 你可以整个全脑的扫描 扫描看看说它大脑里面 哪一些个区块现在正在非常兴奋 非常活跃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做一些推论说 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很想要挖 但是我们挖不出来的 那些心智功能的发生的地点 那这个等等的一切都是在收集什么 收集我们对于人类的这些认知功能的 一些基本资料 但是我们收集完这些基本资料之后 其实心理学家必须得要讲出一套道理来 为什么 那我们使用很多的数学模型 就像刚刚开场白的时候所说的 其实我自己本身最主要的这个专长 其实应该是在这一块上面 就是在心理学里面使用数学模型 然后来描述人类的这个行为表现 那这个部分的这个东西 我们从19230年代开始起 心理学家就一直不断的都有这样的传统 使用各种不同的这个数学方程式 来作为我们心智运算的这个历程的一些代言 那好比说你看像这个 这个曲线其实是一个遗忘曲线 就是说我们刚刚在讲 给你一段这个记忆的这个无意义的三英杰的这个刺激材料 然后让你一直背 背完了之后每天都考你 我就说你还记得多少 你就发现到说它刚刚开始的时候记得不错 后来就越记越少 可是就算再少也不是说完全都记不得 所以这是这一条曲线 其实可以就用最简单的一个指数 指数函式就去描述它 随着这个时间当成是你的输入的这个参数值 那你其实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记忆的变化 是逐着随着时间逐次的下降 那当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型 当然这个随着日后的这个开发 我们的模型有各种各式各样 非常多样化的不同的模型 像这个是一个basic的一个模型 那这个是一个division模型 它用来作为说明决策怎么样发生的 那这一切的东西 其实它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它们在描述那个人类的行为 就好像是说我们在描述 一只鸟是怎么飞的 你说鸟怎么飞 你可能它刚开始会驻跑两下 然后开始振动鼓动那个翅膀 接着就有那个上升气流 我让它这样飘浮一下之后 慢慢的就飞起来 这是一个描述 可是你知道仅止于描述 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够的 我们希望知道它如何做到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知道说这话筒 我们还要知道说How 那这个How怎么办 这边来讲是以行为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描述那些行为 尤其我们用数学模型来做 但是就心理学家来讲 还想更进一步 跟你更进一步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80年代 我们就发现这个东西 其实很早前我们就知道 大脑是由神经元相连的一个 一个网络结构 很早很早以前 19世纪末我们就晓得了 可是真正到了差不多 实际的能够转成这个数学模型应用 在心理学圈子里面来讲的话 是在80年代末期开始 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说 有关于这个大脑神经元的这个特色 那大脑的神经元 其实它事实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的神经跟神经之间 它其实是有些相连性的 好比有这两个神经元 两个相连的这个 连在一起的时候 好比这个神经元 它兴奋的时候 它就会送一个电讯 这个电波的讯号 就会直接顺着这个 走图Axon直接传出去 传到这个末梢的时候 其实这里面 这个地方没有真正黏在一起 而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间距 我们称这个间距叫Synapse 它叫图处 它在这个末梢这个地方 它会释放出一些神经传导激素 从这个小小的这个间距里面 跑到对岸去 这对岸就是指下一颗神经元 它的这个dendrite上面的那个细胞膜 那让它接上去了之后 这个后面的这个细胞膜上面的 本身的这个有些channel 就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外面的这个震电的电子就进去 进去了之后 它这里面一开始 产生一些这个电位的变化 于是等到它超过一个threshold之后 第二颗神经元又在兴奋 然后往下传递讯号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理的这个结构之后 其实这个想法 是生理上面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问一下说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些行为 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那可能我们必须得要想 是不是有可能性 直接从生理的角度上面 去寻求我们模仿的对象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考虑一件事情 是我们做一个数学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模仿生理的这个机制 然后让这个生理的机制 假使它能够在功能上面 很相似于我们真正的神经元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模型 制造产生出甚至预测我们人类的行为 那这个就是后来我们说的 这个类神经网路模型 刚刚在前面李老师里面 有曾经提到的neural network model 那在心理学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 开始在积极地发展这一块的 这个类神经网路的模型 那这个最主要呢 其实是一个电脑程式而已 我们自己把它写起来 这个前面这一层呢 我们就说它是一些节点 这每一个节点你可以把它代替 好像是一个真实的神经元一样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神经元跟真正的节点 这两个还是差异很大的 我们只是在功能上面说 它们好像可以放在一起 那接下去呢 就凑过调整这个层次跟层次中间的 这个见解值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 突出那边的变化 然后使得你下面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 输出的这一个层次呢 它能够输出我们要的这个讯号 那用这样的方式呢 这个模型呢 因为可以做出一些学习 像这个就是一个 学习类别的这个 分类的一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 事实上是心理学家自己发明的 那这个输入层这个地方呢 代表是两个 这个心理空间里面的两个像度 好比说一个像度是这个刺激材料 底下这个短线到这个左端的距离 另外一个呢 可能是代表它的这个高度 那中间这里面的层次 我们就称之为隐藏层 那这个隐藏层的每一个节点 其实呢 就是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个例子 然后如果说我现在新进来了一个刺激 跟这里面某一个例子是很相似的 那它的兴奋量就很强 那相对的其他呢 就会变得比较弱 那最后你输出来的时候 这边呢就有两个节点 一个节点代表某一个类别 所以很简单 这个模型就是要告诉你 说我们人生是怎么去学习 透过相似性的判断 来判断说这到底是A类还是B类 所以如果它要是看起来很像A类 曾经看过的成员 那它就是A 如果它看起来 要是很像B类曾经看过的成员 那它就是B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 而且非常简单的一个类曾经的模型 在心理学里面 它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模型 而且很早就成功了 你看90年代就出来了 好 可是这个模型 或者是这一类型的模型 基本上所有心理学家 在这边使用的时候 他们都遇到一个瓶颈 这个瓶颈是说 这个叫做什么 这是叫做心理空间的这个向度 心理空间的向度 在这边来讲 我们相信说心理空间的向度 就跟我们物理空间的向度 事实上是一样的 然而是否是真的这样子 我们也不敢保证 好比举这个例子来讲 这边有一大堆的鹦鹉 我们怎么样去区分说 这些鹦鹉 哪一个是哪一个类别 那你光是要分的时候 你首先第一个要先看的是说 那它有哪些特征 颜色是一个特征 然后尾巴的长度是一个特征 有的尾巴长 有的尾巴短 尾巴长有的尾巴短 然后这边有的是脖子 这个地方又有一些特殊的颜色 有的又没有 所以光是这样看起来的话 其实说真的 真正你去猜 它到底有多少个特征的时候 你不知道猜不完 猜不完 猜一大堆 可是并不表示那个模型不对 那个模型不能够使用的理由 其实很简单 只是因为一大堆的这个 自然类别的这种 自然界里面的这种物体的特征 太多 太多了 以至于说我们几乎不晓得 到底应该怎么样 放进去我们的模型 那这个问题 其实困扰性已经很久 你看到现在的位置 几乎都还没有办法突破 那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 在这一段得到突破的时候 我们所得到的模型 常常容易变成是一种 画地自现之后 觉得只能够在一个小圈圈 小范围之内讲说 如果你用人造刺激就可以 那自然刺激呢 尚不在此列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要跳回来 到人工智慧系统这边来看 人工智慧系统 其实从整个AI的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 从50年代开始起 有所谓的Weak AI跟Strong AI的角度来讲 Weak AI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我们真的希望你这个智能表现 它不但是能够表现 做人可以做的这个智能表现之外 它还要向人 那另外一种是比较强的Strong AI的 Strong AI的就是说 它甚至可以表现得比人更好 它不一定要用人的这个方式来做 当然你可以很简单的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如果是心理学家的话 很容易在先天上面 就会对到第一种Weak AI的角度来讲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 我们所用的这个系统 它不但是能够做出跟人一样的表现 同时是用人的方式来做 这是我们很期待的 可是在这个里面来讲 一直等到差不多AlphaGo出来之后 我们开始发现到 那个原来的AI的这个发展 突然有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这个突破在这个地方 过去的那个AI的发展 其实一直断断续续都在发展 可是直到这个围棋上面打败 打败了这个 先是打败那个理事刀 然后再打败那个科捷 那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 世界职业的这个围棋骑士 那它之所以能够打败的理由是什么 这里面它发现到说 现在它使用一些新的这个观念 再去做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的系统 而它所使用的人工智慧系统 跟这个深度学习 或者是跟卷积类层机网路模型 是有关系的 那这里面其实大致上来讲 你可以稍微看看这个图就好 我也不会打算把这个东西讲得很细 最主要你只要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其实是跟原来类层机网路 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个是原来的类层机网路 但是它前面接了另外一大串 这一大串的类层机网路 它就做一个叫做卷积的这个动作 卷积的这个动作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它会好用 在它的实际上 这个类层机网路模型 在计算的时候 它的确有它的好处在 而且它会突破原来类层机网路模型 在使用back publication演算法的时候 它的一些困难点 是有一些限制在 它可以突破 这个部分是卷积类层机网路模型 成功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它这个里面 好比像这一块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它怎么样去做 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类层机网路模型 是这种叫做 所谓Fully Connected的类层机网路模型 就是两层的类层机网路 就是彼此之间每一个节点 都跟所有的其他节点彼此相连 那这样的话 这边顺文件来讯号 经过这个中间的间接值的这个 加权在计算之后 再传出去 传出去的东西 可能是一个分类的结果 例如说你是看到它是某个类别 也可能是你判断它其他的这个属性 那在这边来讲的话 这一块的就不一样了 在这边很明显的是一个 是一个自然物 这是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一只鸟的图片 这个图片的刺激材料 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 它事实上是一个二维空间 这边有一大堆的这个像素 然后相乘在一起 所以如果它是256乘256的话 那就是一大堆的这个 神经元的这个节点在里面 但它却不会每一个点 它全部都要处理 它事实上是把它 这一块抓起来 然后说把它们 可能透过某种 这个过滤器的观念 把它过滤一下 稍微下降一下 它的这个 这个所需要的神经元的这个 表征的节点 然后再慢慢的这个 Pooling把它集合在一起 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说 像是一个压缩的这种动作 能够把原来的这张图 浓缩再浓缩 提炼再提炼 让它能够变成说 保留原来最主要的这个特征 可是却又可以过滤到 大部分的这个 不必要的这个杂讯 事实上 刚刚AlphaGo也是一样 AlphaGo为什么快速 下得那么快 其实很简单 就是它有些步骤它不算了 它有些东西它知道那个可以不用算 所以它就不需要再花时间浪费 资源在那些不必要的那个手顺上面 都是不必要的那个节点上面 Sorry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样子的一个模型 其实本身是具有这个 视觉神经系统的这个特色 虽然如果我们是心理学家 自己在讲的时候 我们对于视觉系统的了解是非常多 然后我们知道说视觉讯号进来之后 从眼睛这边进来之后 很奇怪 它要先绕到后面去 你的整夜这个地方 然后从这个V1区V2区到V3区 然后再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做 不同层次的解析 所以你可能刚开始是先做一些轮廓的 大药的这个分辨 然后再来就做一些这个颜色色彩的分辨 或者是深度的这个分辨 然后才把它拼凑起来 变成是一个picture 一张图 所以那个卷积的那个类层基网螺模型 它也是一样一层一层一层的 每一层 它可能就是一直不断的做一些过滤 然后让那个主要讯息渐渐的浮现出来 而次要那些不必要的讯息 能够被滤掉 我们可以处理这些东西 使得这个整个人工智慧的这个系统 能够快速 那这个 sorry 这个部分的这个发展 其实在视觉系统里面来讲 我们心理学家很早就知道是这样做 但心理学家没有把它真正的 直接就弄成一个类层基网螺模型 反倒是这个computer scientists 他们真的是从这个视觉系统去下手 他们把这个系统 这一整块的这个东西 直接做成类层基网螺模型 他们把它做出来 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例子 好比像这一个 这个事实上你可以用来辨识手写的数字 这已经是一个不稀奇的东西了 但是我这边秀出来就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看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手写的数字 其实看起来都不太一样 你知道 好比同样是零这个数字好了 有些是稍微歪一点左边 有些稍微歪一点右边 有些又不太正 好 但是对人来讲 它全部都都这个没问题 这是零 这个底是一 这是二 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你用原来传统的这个最简单 这个最规定的这种AI来看的话 你只要稍微差一点点 它基本上就认为说你不是 那所以这个不是零 那这样的话 就没有人的那个辨识上面的弹性 那这样的一个模型 它其实很快速的就可以学得会 那这种类型的模型 我们把它拿来接到 我们的心理学的这个 刚刚所说的那个 《类神经浪录》模型里面可不可能 这些事情呢 其实是有了新的这个研究者 在做这件事 像这个Sanders跟Nosowski 他们2018年 就是今年刚刚才发表的一篇这个 他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 他在找真的人去做这些矿物石 这些有些是火成岩 有些是什么成绩岩 然后这些石头 其实人大部分的人 对他们是蛮陌生的 可是你因为用陌生的东西 测验它 它才可以看得出来 它最原本最真实的那个相似性判断 是怎么进行的 于是他们判断出来之后呢 他就根据这个两两的比较 说这个比较相似 那个比较不相似 然后渐渐的 他把那个人的资料收集起来 然后放到MDS的这个统计软体 统计的这个技术里面去 然后抽取出了有四种不一样的特征 那这四种不一样的特征呢 他这是其中的两种 他把它排给你看 告诉你说 我们有些石头看起来是比较相似 有些石头看起来比较不相似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判断这个相似性呢 是分类的依据 所以这个就是他所做的第一步 但是问题是说 他做完这一个之后 他没有停下来 他找了另外一个CNN 就是刚刚说的 卷积类层进化的模型 去学习人所判断出来这个结果 然后呢 随习出来的这个预测值 跟实际上的人的这个 这个报告的数值 在四个代表上面 其实相关都非常高 这个价值都高到相近点98了 非常高 这表示说什么 表示说CNN的这个处理的模式 其实它可以接近人的这个 相似性的这个判断 那这个好处是在哪里 从这里开始起 我们就有机会说 原来我们不能够使用那些 人造类别 我们不能够使用 那个 类伸进化路的第一个 音铺层的这个地方 我们所使用的那个节点 事实上是 数量上面来讲 不能够太多 太多了 基本上我们用 传统类伸进化路模型 它其实也处理不完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真实的这个 自然界的这个物品里面 特征到底有多少个 那这个里面 只要透过这一个 新的这个研究的 发展发现 其实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可以看得出来说 下一次我们可以开始 使用CNN这样的模型 然后针对 好比不一定是石猴了 可能是针对的是鸟 然后我们也这样 找另外一群人 然后那一群人的判断 用这个CNN去学习 因为基本上 它学完之后 它可以去predue 新的这个刺激材料 那不用再用这个人的 这个报告来当成依据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就有大幅的 往上 这个往前迈进的可能性 因为这样子一来 刚刚分类的模型 它在输入成那个地方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 直接接CNN这边 所输出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延展 原来已经发展的 那个心理学的认知模型 让它可以处理更自然 更直觉化的这个视觉刺激 所以从这边开始看 其实我们实际上是有这个机会 可以真正把心智 这个东西 具体的实现它 把它具体的呈现出来 所以这也是后来我在想说 我如果要给它一个 比较炫的名字 就是如果这个talk 要给一个比较炫的名字 我要怎么给 我就想说 不然就随便说一个 叫具现化好了 其实有点像是卡通 或者是动漫里面 什么猎人动漫里面 什么强化系 那种 那种turn里面 所抽出来的一个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 其实就是 心理学家最想做的事情 我们最希望能够 就是把看不到的心智 能够把它具体的呈现出来 让大家能够看得到 但是这个之后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你是不是可以把整个思维的这个过程 甚至在它的这个情感的部分 或者说它能不能够创造力的部分 乃至于说更统和更完整的 代表一个人 一个独立人的一个意识的部分 能不能够使用这样的方式 去渐渐的让它呈现出来 那如果能够让它呈现出来 这对于心理学家 对于了解人类 或者是对于其他的学界 他去了解人类的智能表现 都是一大的帮助 所以这个是 事实上我今天这个talk 并不能说是回答问题 而是抛出更多的 可能的这个未来的方向跟问题 可是真的 这件事情是 听完之后是令我自己 是觉得兴奋 并且也值得期待的 那我的报告大家 就差不多到这边先结束 谢谢大家 我谢谢杨老师的演讲 那我们先看现场 大家提问 杨老师你好 我想要询问一下就是 像其实去年 那个DeepMind在AlphaGo做出来之后 他们有尝试别的approach的研究 像是他们模拟小鼠 在就是走迷宫的行为 然后事实上他们 就是根据他们跟其他神经科学家的合作结果显示出 他们模拟出了一块Module 长得很像类似人类在 不是生物在空间中导览的网格细胞这样子的东西 那像刚刚老师提到的未来的研究历程可能会 研究方向其实还是偏向比较过去抽象的东西 意识或者是什么 还是说其实一近期的受限或者是技术发展来说 其实往视觉其他更高阶的认知功能去做 可能反而是比较有机会推进的方向 我重新讲一下问题 你讲的问题里面其实蛮多面向的 你比较想要从哪一个面向来讨论 我想要知道就是 就老师对于就是现在心理学进展 模型的理解 然后对于可能人工智慧的理解 我们现在如果说想要再现 或者是说重建人类的认知模型的话 我们从什么样的东西直接 我觉得我们从什么样的东西进去 会比较容易达到实现 这是一个蛮核心的问题 然后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 这里面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 你就真的从硬体的角度下手 那你是不是就像刚刚说的一样 能不能够针对某些特殊的脑区块 它的那些神经元的运作的方式 然后你从那个方式去下手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比较还是属于像 原来传统心理学会使用的方法 就是我们直接从它的行为表象去描述 就像我刚刚说的鸟飞行的例子 你知道鸟会先助跑而后震刺 你不会说先震刺而后助跑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刻画它的这个历程的时候 你一定有已经有一个顺序很清楚知道说 我要这样做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里面来讲 如果你要对比较高阶的认知的这个功能 去做描述的话 以现阶段来讲 属于这种历程或者是用行为的方式去做描述 是比较容易入手的 但是就终极的研究目标来讲 其实你会希望能够所有的一切 能够找到唯物的解释 对不对 在最最最最根源的地方 好比说那些神经元的 那些彼此之间的激发或者是抑制 然后就能够无中生有的把pattern浮现出来 甚至那个pattern 它不一定只是视觉听觉的辨识 那些讯号的辨识 很有可能是一些决策的内容 那如果能够这样做到的话 那那个当然就是整个科学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要劲 但现阶段来讲 我觉得这还是有点困难 但是可以做 并不是说这个路线不行的 那像我自己本人的话是 只要有各种方向能尝试的 我都尝试一下 就去都试试看 对 所以以前我就是做 我其实现在还是一样 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做类神经网路模型 对 那但是像我刚刚所说到其中有一个 就是背试的那个模型 其实基本上来讲 也可以跟类神经网路接在一起 它的好处就是有那种历程性的变化 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某些地方也可以 把不同的类型的模型把它组合起来 对 然后你也可以有些是比较低层次的 有些是比较高层次的 那它变成能够整个合作在一起 完成一个你所期待 或者是你想要好奇的这个认知功能 对 谢谢 还有没有观众想提问的 我好奇一个问题 对 好来请 教授你好 我想要就您最后一张的那个 就是在未来研究方向里面 关于思考意识情感跟创造力的这一块 那就是说好像在AI 就是在资讯 我们传输给它的这个传统的一个概念里面 那在就是Cache 它在12月1号也有在 就是请台大职工系的主任认为 从视觉里面着眼 但是好像在 目前我们只能够到一个big data 给它输入给它训练它 那机器本身 要达到那个创造力跟最顶端的那个智慧 人类的智慧 因为人类所有的知识追求到我们历史的累积 其实我们都在追求那个终极的智慧 那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可以 可以发挥 那基本上就是您认为在未来的研究方向 您今天有特别把情感打成一个红色 那因为我也有稍微了解一点 在教育心理学跟临床心理学这一块的里面 其实人脑的这个架构是非常难在 有一些当然每个人领域不同 有一些人他们就会从 比如说情绪或者是一些管理来看待心理学 那您这边比较觉得未来的方向 跟我们能够用到一个怎么样的进程使用 谢谢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那我刚刚算那边是情感 这个部分是用红色 那其实刚好只是我用到红色 那但是情感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对于说你今天用这个人工的系统去 把人类的这个情感把它表现出来 事实上创造力也是 意识也是 那我为什么把它留在这边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非常困难 所以把它当成是我们要去追寻的目标 那至于说 该怎么样是让这个机器能够展现出有这种创造力 其实这个里面 有蛮多的这个 规定的 举个例子来讲 第一个是说是turing test告诉你说 如果你今天是机器跟你玩这个游戏 还是人跟你玩这个游戏 你完全分不出来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说这个机器 它的智能表现是表现得像人的智能表现 那但这个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操作型定义 然后也算是一个蛮 蛮可以被大家接受的一个指标 可是如果已经讲到所谓的创造力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情感的发泄 那个表达的时候 这里面碰到一个蛮麻烦的问题 可能反而是我们自己心理学 没有办法好好地把这个东西定义出来的 举个例子来讲 什么才是真正好的创作呢 对不对 光是这一点就很难了 所以很多艺术的创作 其实基本上我们根本不敢说 这个绝对就是好的创作 可是你知道如果从不同的人来看 他认为是好得不得了 超有创造力 但是从另外一个人来看 他说没有 这不就是垃圾桶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 在心理学这边该怎么去定义 它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表现的时候 这件事情可能我们要先做好 当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做好这个定义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 机器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使用turing test来表现出来说 以这个指标来看 turing test能不能够分辨得出来 我这个是一个机器做的作品 还是真人做的作品 事实上以前我在一两年前吧 就有看到过 就Google还是哪里 就是它有秀出来 它把那个图像是一张这个 范骨的画一样 可是其实不是范骨画的吧 根本就是那个机器自己画的 对不对 可是你看的时候 你不觉得它是 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觉得 非常的讶异了 这个机器居然能够把画风模拟出来 可是这个部分仍然只是模拟而已 如果哪天这个机器能够自己 开创出一个新的画风 我们一看 哇 这是超野兽派 那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感觉说 这个机器是具有创造力了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有一个进程上面的这个 需要的这个 我们有一些 requirements 是放在我们自己心理学这一端的 就是我们这边可能要先告诉人家 怎么样去定义好的创作 跟不是只是一个随便乱摆的东西 它就叫创造 那如果我们有办法可以把这个东西 至少在某一些范围之内 先确定下来 那今天就算你使用的是AI系统 想办法去模拟 甚至是自身性的产生出 能够做到让人也觉得惊叹的 创作的这个作品 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相信说 这个机器现在就具有创造力了 所以我们可能是需要 心理学这一端自己要先努力一下 当然这个工程界的这一端 我们可以互相携手合作 来怎么样去制造 包括在机器 包括在人这两端 都能够认可说 这是一个具有像人一样 真正综合表现的一种 人工智慧系统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次谢谢杨立行老师的演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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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